可以看到刚刚星球的造型 我就三角函数去做成的 市长蒋万安与中山女高学生 一同进行课程体验 操作多模态AI生成式运算模组 3D环境扫描仪等设备 蒋万安表示 科技领域课程是国家产业发展根本 未来三年至少投注2.5亿元经费 协助台北市所属各校发展 STEAM及新科技教育课程 并且以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以及就读国中的大儿子为例 说明导入AI科技教育 对未来培育人才的重要性 在去年我们新生国小 成立是幼儿STEAM创思中心的成立 那今天我们将这样的概念 落实从国小国中高中高职 整个全学程 大家都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也就是STEAM的教育 从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跟 Mathematics 其实我觉得现在必须要开始向下扎根 尽早地培养相关跨领域 跨学程的人才 所以这一次我们STEAM新科技办公室 成立的几个亮点 第一个校子刚刚有介绍 我们是跨了从国小到高中职 这样的一个K12的学程 让孩子们在不同阶段 都能够以跨领域这样的学习 回一个导向 第二个亮点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STEAM这个 新科技办公室的成立 我们希望能够跨国际之间的交流 所以不管是教师之间 师资相互的培训 课程的对接 以及学生的参访交流 都很重要 我想未来我们希望有一个 跟国际之间对口的单位 而我们这样的一个办公室 希望能够让孩子们视野打开 能够走入国际 那当然另外很重要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其实我想大家如果最近 看一些媒体的报道 AI人才的培育 是一个未来必须要走的趋势 所以包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 黄仁勋 还有包括AMD的总裁 苏之锋 Lisa Su 还有包括像李开复 现在也成立了一个AI的公司 其实他们也都是台湾的孩子 但后来到国外 现在有了无限的发展 所以我们会一直在反思 其实我们可以培育很多优秀的人才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才最后到国外去 它的发展无可限量 其实台湾我们目前对于很多科技趋势人才的 培训 培养 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既然发现问题 我们就要即刻的来进行相关的计划 所以未来我们会在台北市每一个行政区 以设立一个Steam认证学校为一个目标 另外我们会朝着有一个AI专办计划来进行 偏要相关的人才 举一个例子 我大儿子最近他跟班上几个同学 组成一个团队 他们在研究这种所谓机器人的计划 我现在发现孩子很厉害 我不是说我儿子很厉害 而是他的同学很厉害 他们从小自学会写程式 几个像什么拍档啊这些 哇非常厉害 而他背后的思考已经超 我觉得超过我们的想象 已经透过网络各方面资讯 获得最新的这些技术 可以自己让机器人 结合很多的科技 通过声控 拍手 然后他走什么路径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国中生哦 台北市定籍新科技发展办公室 正式尽用 Steam级新科技发展办公室主任 同时也是中山女高校长张云芬表示 透过办公室各项计划 除了为全市Steam级新科技 拨画全新面貌 更将带领全台北孩子 一同学习科技走向国际 我们将统筹全台北市的科技领域的课程 以及活动做整体的规划 并推出高中新科技课程计划 跨学层无人机课程等 全国首创的政策 打造完整的Steam级新科技学习系统 在场域及设备部分 我们主要的空间是现在所带的Steam Lab 以及二楼的co-working space 并结合新世代学习空间 作为衍生的场域 在政策上我们配合教育局 推动新世代数位先锋 培育五项计划 强化台北市的城市语言 运算思维 AI应用 量子电脑 还有科技及人文关怀的新科技教育 并全国首创Steam先锋学校的认证计划 透过晋升型计划的方式 补助各校来发展Steam级新科技的校本课程 或者是主题式的教学课程 在资源统整部分 我们接轨国际 每和全球的姐妹校 推动Steam国际课程的计划 也办理教师国际的交流参访 以及学生的Steam国际简学团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逐步的各项计划 在这几年内稳定渐进的开发以及扩散 交易局表示 未来将陆续推出新世代数位先锋培育五项计划 强化学生运算思维 城市语言 AI应用 量子电脑及科技与人文关怀等 资讯科技专业智能 打造全新的教育风貌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